可能都想早点回去过年 这个月商家轻库存的力度 可以说堪比双11或双12了 虽然高端显卡 因为苏妈和老黄的关系依旧拉胯 但大部分中端级以下的配件 均有不错的降价 所以目前可能是最后一波 值得入手的时间 想过完年再装机 怕是涨价后悔拍大腿 那视频开始之前 依旧是要说明一下 配置推荐里所选硬件的价格参考 某东某宝均价 非产品最低价 大家可根据产品型号自行选购 装机配置推荐个人主观意识较强 所选方案仅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留言区讨论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是千元价位 这个价位段 专为预算不多的用户准备 速龙3000G是以往的首推 但不知道是不是买的人太多 目前缺货后小涨了一波 性价比已经不高了 于是CPU这边建议 加几十块钱上奔腾的G7400 虽然同样都是双核四线程 但单核性能方面 G7400可以媲美 旗舰10900K 颇有12代I三战I9的味道 因此综合性能 还是要比3000巨强不少的 主板选择的是 性价比颇高的华晴H610M 并且还是带M.2的版本 毕竟这玩意儿确实省心 搭配的固态是悉数的SN350 虽然性能不强 但日常办公追剧是够了 而且毕竟一线品牌 稳定性还是有保障的 当然价格也够便宜 由于G7400只是一颗奔腾 因此发热量很低 搭配某宝15的原装风扇 就足够压制了 至于内存方面 选择的是 长型颗粒的金白达内存 你说其不奇怪 自从国产颗粒上线以后 其他几个国际大厂的火灾 和断电次数 直线下跌 嗯 真实耐人寻味 最后整套平台 功耗很低 因此选择的是 长城200瓦机电套装 这款产品 目前售价仅为150元 可谓性价比超高 如果预算稍微充裕一点 来到2000价位 我推荐的是这套 熟悉的粉丝肯定会问 为啥不是i3 12100呢 虽然12代 i3并没有涨价太多 但价不住AMD 几轮降价厚实 再太香了 目前5600G 加B550M版U 一套才1300元 而12100加H610M 也要1200元左右 虽然华硕比550K定位入门 但毕竟是B550M定位更高 拓展 供电等方面都比H610M更给力 不仅如此 这百元左右的差价 带来的还有更强的多核性能 和游戏性能 虽然单核方面 i3 12100挺猛 但毕竟5600G 6和12线程 重负在办公 肯定是要比i3 12100强的 至于核显性能 就更不用说了 直接秒杀i3 12100 因此 这套式既能重复在办公 又能网游娱乐 至少1080P 是完全没问题的 所以强力推荐 其他配件方面 内存我选择的是 两根8G 3600MHz 金白达银爵 目前价格降至280左右 性价比 超过之前的光威天策 相比3200MHz 在价格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5600G的游戏表现 会更好一点 散热选择的是 百元最具性价比的 X120RSE 压制5600G 完全够用 硬盘悉数的SN570 容量500G 一线品牌 价格不贵 性能也不错 机箱选择的是 更生新霜 这款机箱的性价比 真的很高 它最大优点 就是散热和拓展 散热方面 前面板支持 三个140 或120毫米的散热风扇 后面支持一个 140或一个 120毫米的散热风扇 顶部也支持一个 240或360毫米水冷 拓展性方面 支持ATX大板 支持340毫米以内的 三风扇显卡 和高度180毫米以内的 风冷散热器 除此之外 还拥有7个PCI 扩展槽 和3个竖插槽 以及两个2.5寸 固态硬盘位 和3个3.5寸 机械硬盘位 可以说 这款机箱 能从低端 一直用到高端搭配 因此 后续配置出现时 我就不多介绍了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 它支持竖装显卡 但受限预算 槽位兼具过小 安装体验不佳 因此 还是建议传统横装 最后电源 选的是长城制控500瓦 老牌国企 售后稳定性有保障 且价格实惠 虽然2000价位段的 5600G 游戏性能尚可 但来到3000价位段 我们就可以选择性能 更强的独显了 这里首推的是 6500XT 老实说 它的性能 也不算很强 但已经可以中低化之下 体验不少3A大作了 且网游方面的 帧数表现 也要比5600G好得多 因此 还是值得入手的 在选购上 由于6500XT定位入门 且发热不高 因此 没必要选择 价格更贵的 一二线品牌 1000出头的汉凯 探索板 就完全够用 其他配置方面 CPU选择的是 12100F 12代强大的单核性能 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 因此 这颗i3 虽只有4和8线 但搭配6500XT 也完全够用了 由于i3发热量低 因此 散热选择的是 二热管的 乔斯伯CR1200E 这应该是目前最便宜的 12代散热器了 主板选择的是 定位入门的 H610M 考虑到游戏主机会长 时间使用 因此品牌上选择了 一线微星 稳定性会更好一些 至于口碑 最佳的华硕 H610M 由于目前涨价太多 一块接近 B660M 盖板了 因此 不推荐 内存 因为H610M 只支持3200M赵赫兹 所以选择了 两根8G 金百达银爵 固态依旧是悉数 SN570 500克 16加512G的存储组合 对于游戏主机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标配 机箱更生新双 由于整套平台功耗不大 因此 电源方面 长程500瓦 依旧够用 如果在这个价位段 上预算还有多的 可以将显卡升级成 RX6600 它的性能 与N卡的3060 基本持平 可以实现 1080P网游电竞 单机畅玩的水平 而且8G的大显存 面对大型游戏时 也不会像4G的6500XT一样 出现掉针不稳定的情况 型号这里 我选择的是迪兰战将 虽是一线品牌 但价格却相当实惠 而且还支持个人送宝 由于RX6600能耗比 相当出色 因此功耗并不高 在其他配置 不变的情况下 500瓦的长程电源 依旧够用 来到4000架位段 搭配的显卡 依旧首选RX6600 剩下的预算 主要就是升级CPU和主板 按惯例 应该是有英特尔和AMD两套的 但架不住AMD 最近降价太多 太香了 同样定位主流的 i5-12400F 和R55600价格相差 200元左右 且本来英特尔B660M主板 要比AMD B550M主板 更贵一些 因此相同预算下 AMD这边 可以搭配出 R5加B550M 而英特尔 就只能搭配 i5加定位 更低的H610M 在内存频率 供电和拓展性方面 都要更差一些 因此目前4000架位 但我更推荐AMD这套 CPU字不多提 5600和5600X 性能基本一致 但价格要便宜很多 因此性价比颇高 6和12线程别说 6600带动更高端的4070 都没问题 主板选择的是 华硕TUF重炮手 一线品牌 接口丰富 拓展性强 且做工扎实 口碑不错 由于5600发热会更高一点 因此散热选择了 百元价内 颇巨性价比的 X120R SE 比起不带SE的版本 两者的散热性能 几乎一样 因此值得入手 由于整套平台 功耗并不高 因此长程500瓦 依旧带的洞 其他配件 在够用的情况下 基本不变 预算来到5000 板优方面 R5 5600加B550M 这套性能依旧够用 因此无需升级 固态和内存 也同样如此 省下的预算 主要就是升级显卡 在这个价位段里 我首推RX6650XT 它的性能 要比6600强 20% 可以实现1080P 全特效秒杀 2K 60帧的流畅体验 品牌方面 我选择的是迪兰 虽是A卡一线 但价格 能和二线相媲美 性价比很高 而且由于6650XT 是新出的显卡 因此也没有矿卡的风险 所以很值得入手 当然如果喜欢N卡的话 那同价位段的 3060 12G 也是可以入手的 目前12颗的主流版本 只比6650XT 贵了100左右 因此性价比也不错 不过购买时 请大家千万注意 别买成8G的版本 8G的 就是阉割版 8G的 就是阉割版 8G的 就是阉割版 重要的是 说三遍 当然 没有垃圾的产品 只有垃圾的价格 3060 8G版 目前2200左右的售价 可以说毫无性价比 如果后续能降价到 1800元左右 那也是值得入手的 毕竟它的性能 和2060S时评 电源方面 不管是6650XT 还是3060 对供电的要求 都比之前更高一些 因此 电源升级成了600瓦的 长城金牌V6 不仅有金牌80PLUS认证 而且还是全模组 安装起来更方便 用料也比较扎实 三年质保 无需担心 来到6000价位 显卡可以继续升级一个档次 和阉割版的3060 8G不同 GDDR6X版的 新3060 Ti 还是挺香的 据实测 新版3060 Ti 其性能十分接近3070 但售价上 却要便宜不少 因此性价比颇高 在这里我选择的是 更生RTX3060 Ti 追封 更生虽是二线 但产品品质 倒也还行 主要优点 就是便宜 且支持个人送保 因此 倒也不用太担心质量问题 并且3060 Ti G6X 是新卡 所以没有矿的风险 可以放心购买 其他配置方面 内存升级成 3600兆赫兹的 高频内存条 游戏帧数会略有提高 且更稳定一些 固态升级成1TB 毕竟到了这个级别的 显卡配置 除了网游外 大型3A 也是玩家的新头好 500G 是不够用的 最后由于3060 Ti 的功耗更大 因此 电源升级成了长城G6 依旧是金牌全模组 用料更好一些 支持六年质保 当然 除了新版3060 Ti外 A卡这边的6750 XT 也是蛮香的 游戏性能方面 6750 XT 比3060 Ti 强10% 均能实现2K单机 高画质畅玩 不过由于6750 XT的显存更大 因此 在某些大型3A游戏的表现 会更稳定一些 品牌这里 我选择的是银通 银通花架这个型号 主打清纯二次元风 由于说一颜值 还是挺不错的 散热做工方面 虽重归重矩 但也够用 据观察翻车情况很少 当然银通 也是支持个人送保的 而且价格便宜 因此 还是值得选购 来到7000价位 我们可以把显卡 升级成3070 Ti 这款显卡 经过了这么久 价格总算是略有下降 不过依旧还是比较贵 因此品牌方面 我选择的是更生追风 这个虽然是盖板 但是价格便宜 性价比高 而且散热也没毛病 还是一样 支持个人送保 性能方面 能实现2K高画质畅玩的水平 除了发烧有外 普通玩家 到了这级别已经够用了 其他配置方面 基本够用 因此等到下一档次 我们再来升级 考虑到显卡3070 Ti 功耗较大 所以把电源升级成了 长程G7 750瓦 也是七年至宝 品质还是有保障的 来到8000价位 显卡基本没有升级 空间了 网上的3080溢价严重 基本都在5000以上 而性能更强的4070 Ti 也才6000多 因此剩下的预算 升级其他配件更为合适 CPU由R25-5600 升级成i5-12600KF 10和16线程 屏高和多 还支持超频 被称为 最适合游戏玩家入手的CPU 主板升级成华硕 Prime Z690P 虽然盖世盖了点 但是供电 是足够满足CPU和内存超频的 最关键是价格比较便宜 性价比不错 而且毕竟是一线大厂 稳定性会更高 都这个价位了 使用体验 还是很重要的 考虑到有超频的场景 因此散热器上也要升级 利明的Pi120 SE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同样是和标准版相比 做工方面粗糙了一点 但散热性能相同 压制超频后的R2600KF 没什么问题 内存方面 由于12代 带KCPU 不锁SA电压 因此将内存升级成了 科富雷霆3600MHz 海力士CJ2颗粒 号称平民法拉利 小超一下 毫无压力 其他方面 机箱升级成了拓展性 和散热更好的 微钢XPG 电源由于够用了 因此保持不变 这样一套下来 即使显卡没有升级 游戏帧数也能有所提高 且帧数更稳定 体验感更好 其实9000价位段 有些尴尬 虽然预算 是可以搭配出3080的 但考虑到再加1000 就能买到性能 强得多的4070T 因此颇有种 49年入国军的感觉 还是把板优升级 一下更划算 毕竟13代的性能提升 确实够猛 CPU升级成13600KF 14和20线程 规格比尖上代 i7-12700K 但性能却比它更强 因此值得选购 由于13600KF规格较高 因此供电方面 也是不容小觑 且考虑到 想体验超频的玩家 因此主板推荐 升级成更加主流的 华硕Z690 Tough Game Plus 并且散热方面 也升级成 利明的旗舰风了 FC140 以它的散热性能来说 只要CPU的体质不太雷 都是可以轻松超频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配置 已经足够使用了 因此保持不变 预算来到万元 我们就可以选择 4070Ti 由于玩家们的 大力输出 这次4070Ti 首发没有出现 高涨不下的局面 因此虽然 还有降价空间 但对于这个级别 预算的玩家来说 目前的售价 也可以入手了 并且4070Ti 性能表现还是可以的 比3080Ti 都要强不少 当然受限预算 CPU 主板 散热这一块 我们得降级至8000元档 不过以12600KF的性能 带动这块显卡 也是绰绰有余 显卡品牌方面 我选择的是 影池4070Ti黑浆 影池虽是二线 但和七彩虹一样 口碑还是不错的 玩家都比较认可 也支持个人送保 并且目前 黑浆比首发 还要便宜100 而其他品牌 暂时更贵一点 因此 还是值得选购的 由于4070Ti 能耗比不错 因此 750W的电源 也依旧够用了 其他配置 同样如此 好了以上 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 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长按大拇指三连 支持一波 如果你还有什么 其他的想法补充 欢迎弹幕 评论留言 我是钢蛋 我们下期再见